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攻方法演技的学生在演完《罗密欧与朱莉叶》后 躺在核子共振中从自己的观点、别人的观点、剧中角色的观点来回答四种问题 第一点 你会没有被邀请而闯入一个派对吗? 第二点 你认为你的朋友会吗? 第三点 假如你是罗密欧或朱莉叶 你会告诉你的父母你爱上仇家的人吗? 第四点 用英国枪回答上述问题 然而 这些学生都是加拿大人 结果发现大脑因为回答的情境不同而活化的程度不同 入戏越深 大脑前额叶皮之躯对自我的压抑越大 入戏到了忘我的时候 就会发生像Air Pacino受伤的事情一样 他在电影《女人乡》中扮演了一个盲眼退伍军官 他拍完戏出来 走路撞到树枝把眼睛给刺伤 有人问他说 怎么会走到树丛里面 他说 扮演盲人就要进入盲人的状态 用盲人的思维才会把戏演好 我的眼睛虽然看得见 但是大脑也不再处理眼睛送进来的讯息 就被树枝给刮伤了 他能够如此的入戏 难怪他在这部电影中拿到了金像奖 我们比较想象不到的是 口音会加强入戏的程度 演《乱世佳人》中 好思佳的费文力是英国人 在戏中 他需要用美国南方女性的声调说话 结果他的南方口音越流利 他的举止越向南方加利 金句也是一样 不管是哪里人 一说起金枪 绝便活了起来 罗密欧与朱莉叶其实是意大利贵族的故事 但是此句是英文发音 这些加拿大的演员用英国枪说话时 大脑压抑自我 入戏就生了 这个大脑现象解释了 为什么弄假会成真 在资质通鉴中 魏安黎王问谁是天下的高士 孔子的孙子 子顺说 要说到高士 那么只有一个人 鲁仲莲 魏安黎王不高兴地说 鲁仲莲是强作之者 悲体自然也 子顺说 人皆作之 作之不止 乃成君子 就是说 本来不是君子 但是每天假装自己是君子 装久了 最后就变成君子了 因为他的大脑改变了 了解了大脑这个机制 我们在教化上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强迫坏人 假装是好人 久而久之 他就会变成好人了